大家好,我是美国健康生活的刘医生 今天是我新冠中招第11天了 但是今天我有点不开心 因为我今天被正式诊断为新冠肺炎 今天因为已经过了第10天 所以我就可以离开隔离 我和我的医生商量了 今天早上8点多就去做一个CTCHAS 充布了一个评扫 跟大家提醒一下 不是每一个有新冠的病人都需要做任何X光 或者是这个评扫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 我前几年得过肺部的疾病 需要有右下肺举步切除 和我的医生商量 这次因为如果得病之后 肺部有什么变化的话 最好也知道一下 就去做这个CTCHAS 有静脉噪影的这种胸部评扫 接这个机会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医疗的影像是怎么回事 这个CT就是评扫用的很多的 比如我是癌症专科的 很多情况下如果有肺癌 或者有任何肺病的话 用这个评扫可以能够有很高的分辨率 看到肺部啊 还有这个胸膜呀 还有这个胸部的这叫CHEST WALL 胸腔啊 还有包括淋巴结呀 大的那个血管 都有哪些正常或者不正常的情况 这个CT呢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这个 静脉注射噪影剂 这样呢就是血管里面有一种不同的颜色 和其他的组织呢有一种区别 有几大问题 一个是如果这个肾功能不太好的话 在一定的情况下 噪影剂就是会对肾脏有更不好的伤害 所以这个一定要和自己的医生联络 在做这个CT有静脉噪影的时候 那天也多喝水 保证你的肾脏不会出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呢就是 如果您有糖尿病 在吃一种药叫Metformin的情况下 一定要跟医生讲明 但不用担心这些医生啊 还有这个诊所的这些工作人员 都会仔细问下来 然后把这些记下来的 然后做这个CT评扫的时候 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地方就是啊 它这个静脉噪影剂打进去之后 你浑身会觉得热 甚至呢你就觉得好像 哎呦是不是要尿床了的感觉 有一种那种一下子就有点很热的感觉 这个都是正常的 也不是属于过敏性症 真是要去做的时候 这个技术员都会特别早的告诉你 我要连上这个静脉注射啦 到时候这个机器会提醒你 深呼吸啊 然后保持住 然后呼吸 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会有打入这个 额额造影剂 说完了之后呢 我也没担心 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胸痛 我也没有胸闷 然后我也一个星期以前就不发烧了 我觉得我不会有肺炎的 所以我不是特别担心 但是下午的时候呢 我的医生给我打电话来 然后我们还一起看了一下我自己的片子 因为我是本人还确实是专攻肺癌的 所以这个和病人谈话的时候 经常是要把他们片子拿出来 给他们讲一讲 我们在看什么 上次这个这么大 这次这个小了很多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等等吧 总而言之就是我自己的片子 比那个糟糕的我看过很多了 但是毕竟是自己的 看上去有点心惊肉跳 新冠肺炎主要的特点呢 它就是影响这个周边部 在周边部显示出来 所以我这个片子上也非常明确 就是右下肺周边部有那种叫ground glass 就是有点毛玻璃片 然后又那个比较不均匀的这种的分布 又不是那种像大业肺炎的那种 叫consolidation 就是全部实化的表现 读片子的人就非常确认的说 这个是右下肺 符合新冠非典型性肺炎 哦 引受打击 我以前都觉得这个肺炎是 老爷爷老奶奶 或者身体特别不好的人才会得的 现在我觉得我自己还年轻力壮了 就真的得了肺炎 这次也真的是说明 这个新冠绝对不是大号流感 大家都一定要记住 比流感厉害好几倍 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有一些个人的情况 我跟我的医生也讨论 就是说我在几年前 做了这个右下肺部的这个手术呢 在一定程度下 violate the integrity of the plural 就是这个肺膜需要一定损伤 所以这次呢 可能也是格外的比较易感 所以我别的地方 别的肺部还是没有问题 但是在右下肺出了问题 有的朋友就会问 比如我妈就说 你吃点抗生素吧 肺炎了还不吃抗生素 情况是这样的 因为肺炎也有细菌性肺炎和病毒性肺炎 我现在呢 我和医生讨论 基本上认为我还是纯粹的肺点性性病毒性肺炎 因为我也没有再发烧了 一周多都没有发烧了 然后也没有这种可谈 然后这个片子也没有显示任何细菌性肺炎的变化 所以我们还是 Let the disease run its course 自愈吧 因为现在也没有 在这个情况下也没有什么特效的药了 但是这一点呢 我觉得我这个医生非常感谢他 他特别的细致 当然了 也是我的合伙人 是顶挂挂的好医生 也是给我提个醒 反正我昨天那个都已经开始训练 然后腹中训练 运动都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人了 现在呢 我就决定还是再更小心一点 比如包括一点 就是我在继续隔离一几天 虽然这个CDC 美国的预防和治疗中心也都认为 我这种情况可以解除隔离 但是除非是今天早上要去做检查 别的时间我还老老实实的 在自己房间里待着 然后要出去拿什么东西 我都戴上口罩 因为我看一下这个片子上 有哪些残留的病毒还在哪 我还是小心一点 但是到了14天以后 我觉得问题就不大了 我现在基本上打算到14天 然后下个星期晚一点的时间 也去做一个核酸的检查 我刚好现在是我们这个血液年会 是从今天下午就已经开始 然后一直到星期二 我前面就已经请好假 在家开晚会 所以这样正好我可有足够的时间隔离 看这个片子呢 就像是鬼子进村了 鬼子都已经走了 但是还满目疮痍 这个打扫战场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现在呢就准备继续 每天还是适当的运动 尤其要做深呼吸 这样就是能够确保这个肺部 不会有肺部张 不会因为这次呢 有长期性的一个后遗症 还有一个呢 就是要多休息 减少这个压力 我以前比如说 我一下子想做要十件事呢 我现在就做六七件 少做几件 尤其有时候脑子想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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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事 就压力比较大 老赶着自己要把这事情做完 所以我现在既然是 下面几天都是比较轻松的这个安排 那我就真的好好的轻松一下 每天不把自己的时间 也会有工作的时间 但是不要把那么多工作都安排进来 然后我也非常感谢 我的健身群的两个好朋友 一个是白眼白教练 还有一个叫Frank 他都答应我在这一个月 也会帮助我带大家训练 如果当然我身体挺条件 不允许的话 他们也会再继续帮忙 这样呢 我就把自己的各个方面的责任呢 稍微减轻一点 然后每天再好好吃 然后有足够的睡眠 我还是相信 还是能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留下来 我以后还想学潜水 还想去中国西藏高原去玩呢 一定要尽力把自己的肺功能保持下来 至少不会有过多的损伤 没有病的时候一定要认真防病 比如说包括该提前做的检查 还有该打的疫苗 还有该防晒 还有该做运动都好好做到 真正要得病了呢 很多时候也是不得已 得病了呢 就是病来降党 水来土掩 咱们该做什么 做什么 我今天跟医生讨论一下 我们打算在三个月以后 再做一个CT胸部的一个评扫 再看一下 方案啊 计划都有了 心里也不用有太大的负担 然后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就好了 所以我也由此再回到医生这一面 就是在说我们当医生其实不是去看病 而是去看人 把我们所知道的现有的最先进的这些医疗数据 都呈现在您和您的家人面前 然后通过我们对您的了解 和您一起精诚合作 制定一个最适合您的治疗方案 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说让每个人有一个健康的生活 有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各个器官的功能都非常好 叫做 Live a healthy life with well-preserved organ function 这至少是我的理想 好了 今天说的又不少了 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大家都说你还是轻松一点 不要做很多视频 写很多文章 通过这个频道呢 让我自己能够把我自己的思路也整理一下 然后每天用一个很正能量的角度 来看自己的事情 这样过得更开心 对我实际上也是一种治愈 是一种healing 所以我也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大家 也欢迎要点赞转发和订阅 明天见 拜拜